TVB台詞幕後拉大隊支持一年一度的慈善城市公益金白曼行 出席的包括有陳展鵬、丁智朗、閃靜峰、中年好聲音家族、應介港姐、J-Touris等 可以說一呼百應、人強馬壯 今年步行路徑會首度途徑港珠澳大橋 連展鵬都說感覺相當新鮮 坐車又經常,但走路就真的是第一次,是不是? 第一次,第一次 而且我知道每一次公益金都是很好氣氛的 一定會碰到很多朋友 所以大家的精神狀態和心情都非常好 而白曼行也是香港最有歷史 今年是55年,白曼行 哇,跟TVB差不多一樣的歷史 半個世紀很難得很難得 所以今天有機會參與到白曼行,也是很感恩的 1月14日生日的展鵬 因為生日撞正萬千聲輝頒獎典禮 所以他也提前跟粉絲繳聚會預祝 真是自己是農曆的生日 我起床到差點忘記了 原來1月6日是農曆生日 所以很開心 我看到你很大的水果 是啊,但我們本身是想著是正日的 但因為正日,我們是幾個月前才知道 咦,對呀,翻唱點禮就是我正日 變了要改一個時間 不要緊,很多朋友都未必趕得來的 但我們現在有很多FaceTime,或者是線上 我們都在一起直播去玩 會不會有什麼生日願望 今年是認真的,真的希望可以世界和平 大家可以包容多些 我相信這件事是對於全世界人 還有我們香港,我們的家庭都會好 另外最重要就是身體健康 在星期六播出的亞洲超聲團 丁子朗和閃靜峰成功選到自己心儀的曲目 出戰第二次公演舞台 丁丁可以選到亭峰的活著Fever 未演出竟已先興奮 其實很開心 因為帶著一首廣東歌 去一個亞洲的選手比賽 讓大家認識多一些香港樂壇的歌 歌、classic的rock 所以其實很開心 我覺得最好玩的就是 因為是專項 專項、專項與專項之間的戰鬥 所以很多大家看到的東西會更加… 因為專項,所以我們能力上更加強 就會更加好看 之前超聲團五指 在TVB職藝員聯歡盆賽宴演出 炒熱全場氣氛之後 不少女藝員即時變成超聲團迷妹 相信陳曉華也是其中一位 前幾天去吃盆賽時 太興奮了,看大家的表演 喊到聲音失了 現在還沒復活 不過不要緊,我還說話 精神非常OK 而且今早起床是覺得很精神的 四年之後再走 主要在鋼珠澳大橋 所以都幾十年 而且聲音不同了很多 四年之後聲音就經歷了很多事情 在熱播劇《旁觀者》中 羅天宇不但轉了的髮型 還有刻意減榜 他都說身邊很多朋友都不認得他 周志康的女兒說看到 周志康告訴她 這個天宇來的 然後她說 蛤? 真的很惡然 那麼瘋的? 完全認不出是他 是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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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狀態的 謝謝… 這頓是我的 這頓是我的 大家聽得到嗎? 是嗎? 我也有看的 我也有看她和阿敏 我覺得是挺好看的 不是我們平時看的劇集的種類 早前JJewis陳國倫大方認愛 戀上女神沙律張佩洛 更不時鋪上放閃 原來平日拍攝時 身邊的拍檔都感覺到她 沐浴於愛河中了 也要恭喜你 謝謝… 剛剛公佈了 謝謝… 是否接下來見家獎了? 呃… 都見了 見了嗎? 見了 準備什麼的 這樣還沒… 什麼時候… 這樣還沒… 但現在也很開心 熱戀期一樣 會不會去一下旅行 趁之後新年 都會的… 接下來都會去旅行 去哪裡? 去… 泰國 有泰國 我們一起拍攝時 她經常訊息她 然後經常更新 真的很甜蜜